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建锡在几天之前去世了 虽然三星是韩国最大最重要的企业 但是由于李建锡已经患病多年 三星实际的领导权在他儿子李在荣手里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李建锡的去世 不会对三星乃至对韩国经济产生什么重大的改变 然而李建锡的去世一定会在三星集团内部 产生一场大风暴 为什么 遗产税 李建锡是三星的大股东 他握有三星集团的股票 这是财富 当一个自然人消亡之后 他的遗产将由他的子女继承 但是在很多国家有遗产税 很不幸的是韩国就有遗产税 而且税额还不需要累 据相关人士统计 到目前为止 李建锡手中持有的三星股票市值超过18万亿韩元 这大概是1000多亿人民币 100多亿美元 这个数额听着不高啊 因为毕竟三星集团的产值可是超过2000亿美元的 这主要是因为经过非常复杂的股权设计 李建锡和他的子女们可以用较小的股权来控制三星集团这个庞然大物 当然18万亿韩元也不少了 可是大家知道吗 韩国的遗产税可是很吓人的 李建锡这么多财富肯定是按最高标准征收了 大概要抽他50%到60%的遗产税 也就是说李建锡这一撒手人寰 他有超过600亿的财富要交给国家 这堪称韩国历史上最大一次遗产税的被征收 真能有这么多财富被上缴吗 是的 没办法 这就是韩国的规定 大家记得大概两年之前吧 LJ集团的掌门人 剧本贸去世了 虽然没有李建锡那么有钱 但是据本贸留下的财富也让他的三个子女 需要向韩国政府缴纳超过55亿人民币的遗产税 即便是顶尖富豪 一次性拿出几十亿人民币来交税 这也是一笔大钱 然而两年前LJ集团的遗产税 跟今天三星集团的遗产税比起来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而且如果只是交钱 那还好吧 更关键的是 对于李在荣来讲 更可怕的是 因为交钱 有可能会丧失对于三星集团的掌控权 您想啊 相对于三星集团2000亿美元的体量来讲 李建锡所掌有的股权本来就不高 只不过由于三星是李家所创立的 所以在一轮的融资时候 他就通过巧妙的股权设计 让自己哪怕只占有百分之几的股票 也可以握有对三星集团的掌控 而这次不一样啊 一下子就要把父亲超过一半的股权 当作税缴纳出去 那么李在荣还能不能握有未来 对于三星的掌控之权呢 今天在日本很多小城市有非常多被废弃掉的房屋 房屋的主人雇去之后 房子就没有人居住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啊 小城市不断向大城市聚集 大城市的红析效应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也有着遗产税啊 很多子女当父母去世之后 他们得知 如果我想把父母的房子继承过来 我要给政府交很大一笔遗产税 甚至有人计算之后觉得呀 我交了税才获得父母的房屋啊 太不划算了 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所以干脆我远这个房屋都不要了 我放弃继承算了 房屋是这样 企业也是这样啊 李建西这一去世 给李在荣可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啊 要筹集大量的资金交税 如果你不交税 你就没有继承权 你继承不了附近的股份 那么李在荣还如何做三星的掌门人呢 三星遗产税这个事 也给我们解决了另外一个谜团 那就是李在荣为什么要行会 众所周知啊 几年之前 韩国朴槿惠总统倒台之后 他的一项罪名之一就是 他和他的闺蜜收受了当时三星掌门人李在荣的巨额贿 长久以来我们都说韩国是个财阀国家 甚至有人说韩国是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 很多人甚至讲哎呀 在韩国总统是危险的职业 财阀才是韩国真正的主人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啊 几年之前 李在荣向韩国总统朴槿惠及其闺蜜催顺时 巨额行会超过两亿人民币 如果韩国真正的主人是财阀的话 财阀怎么会向自己的仆人行会呢 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 三星一家就占韩国GDP的20%以上了 三星这么强大的实力 李在荣为什么要向韩国总统行会呢 他到底是要什么东西呢 或者说什么事情才值得李在荣以身犯险 要向朴槿惠行会呢 这个事情就是三星的继承权 我们上期节目跟大家聊过 李建锡只有一个儿子李在荣 早儿早的李建锡就把李在荣确认成了自己的接班人 按照正常逻辑推演 李在荣接班没有任何问题啊 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争啊 他父亲又这么信任他 那么李在荣接班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 他的最大问题就是韩国的遗产税 李在荣父子都非常清楚 李建锡活着三星的掌控权 一点问题都没有 李建锡的股份加上李在荣的股份牢牢的能把握住大局 可是一旦李建锡过世了 他的股权没法完全让给他的儿子 有一多半要被国家收走 李在荣手里的股权就不够掌控整个三星的控制权 所以怎么办 李在荣想了一招啊 他准备通过进一步的股权设计 让自己以很小的股权就能继续控制庞大的三星集团 所以在几年之前 李在荣推出了一个计划 让三星旗下的三星物产和第一毛之合并 这两个子公司合并之后 经过交叉持股 李在荣就能以很少的股权继续掌控三星了 即便未来他爸爸去世了 大量的财产被当做税收走了 他继承的只是一小部分 他也能牢牢把握住三星的控制权 然而要让这两个子公司合并 需要得到当时韩国政府的首肯 于是李在荣向朴槿惠的闺蜜 崔顺时行贿了 当然在法庭之上 李在荣还给自己辩解说 不是我主动的 是总统暗示的 我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哪敢不听总统的呢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 李在荣和朴槿惠都迎来了牢狱之灾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逼李在荣以身犯险的 就是韩国的遗产税制度 知道父亲的遗产 有一多半要当做税被收走 所以为了继续对三星的掌控 李在荣才不得不选择了犯罪之路 当然李在荣的犯罪不但让自己身陷淋雨 也把韩国总统朴槿惠拉下了吗 而今天虽然李在荣是戴罪之神 还能逍遥法外 然而韩国政府已经又开始了对李在荣 一轮又一轮的诉讼调查 对于现在的韩国政府来讲 文在荣非常希望彻底把财阀的嚣张 气焰打下去 很有可能李建西这一去世 真的能改变三星未来的股权结构 即便李在荣能够继续对三星的全盘掌控 李家的敌四代恐怕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深知全国老百姓对于财阀的厌恶 所以前不久李在荣公开站出来说 未来他一定不会把三星的经营权 交给自己的子女 也可能庞大的三星集团 到李家的第三代就真正不再是家族企业了 当然也可能形势逼得李在荣 即便想交班也交不了 因为一方面李在荣手里的三星股权 越来越稀少了 而另一方面 如果他想把股权让他的子女继承 那不还得再交一大笔遗产税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钦佩遗产税这个设计 不管你这个富一代多能赚钱 不管你建设了多少大而不倒的企业 可是当你去世的时候 你能留给子女的只有百分之三四十而已 而你的子女能留给你的孙辈的 大概只是你的财产的百分之十几而已了 君子之责五事而斩 有了遗产税 不用五事 三事就斩掉了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